中国浙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表示, 中美建交40周年专题展览是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, 旨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, 为民众提供了了解两国建交历史的机会。 张平表示,图片展现场, 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1979年历史性握手的雕像, 标志着中美关系建立。 在过去的40年里,尽管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, 中美关系依然取得巨大进展, 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, 对两国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。 40年的合作历史证明, 中美两国只有合作发展才能带来双赢的结果, 两国间任何对抗都将导致双方的损失。 张平表示, 今天,中美关系正站在又一个关键时刻, 面临诸多挑战, 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和各种将两国关系推向对抗的企图 都违背了两国人民的利益。 我们要继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一致, 继续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。 张平表示, 中美建交40年来, 两国人民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密切, 两国举行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, 包括音乐和艺术表演、文化展览和电影节。 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, 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, 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要保持这一良好势头, 保持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纽带, 保持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不中断。 此次图片展选取了中美关系过去40年里进程的一个个瞬间, 定格呈现在惊天人们的面前, 愿同广大美国民众共同见证中美关系发展的真实印记, 共同回顾和总结中美关系发展历程 给我们带来的宝贵经验和歧视。 展出的图片包括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, 邓小平访问美国, 中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等珍贵画面。 据悉,中美近郊40周年纪念图片展览的时间 为5月17日到5月26日结束, 民众可以前往欣赏。 开幕式现场还有中国传统手工艺, 面人、剪纸、书法等艺术展示, 吸引人们驻足欣赏。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